将四个水箱滚轮安装在水箱底部 将水箱放置在机器左侧中间冷却水管伸出位置 取出潜水泵 安装潜水泵固定吸盘和水管接头 将潜水泵放置在水箱内部 取机器左侧伸出的冷却水管 可以在水箱侧面上部位置打两个孔 水管穿过两个孔 一根接在潜水泵上 一根放置在水箱内部即可 将潜水泵电源线插头 从控制柜穿线口穿入控制柜内部 水箱注满清水 盖好盖板 潜水泵电源插头 接入控制柜内部插排 主桌冷却水箱安装完成